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课程中,我们将会对债券投资的相关内容,包括对于债券的基本的一些特征 还有债券投资需要关注的一些指标,以及债券投资实物当中需要关注的一些点,进行相关的一些描述 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这一章的内容分成三个部分 首先我们将会进行为大家介绍债券的一些相关性质,以及投资的需要关注的一些点 还有一些投资的特征,以及影响债券的一些收益率的相关因素 第二部分是我们会关注债券的一些相关的风险指标 并且对每一个指标进行一个相关的解读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债券投资管理的一个流程 我们将会在整体上来介绍债券投资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基本流程 然后呢,在这些基本流程的一些不同的管理方式 还有这个相对来说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 大家进行相关的一个概括的一个介绍 首先呢,我们先关注第一个部分 就是债券的性质以及特征 正所周知呢,从定义上来讲 债券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政府、企业和银行等债务人呢,为了筹集资金 按照法令程序发行 并向债权人承诺指定日期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因为呢,债券的利息呢,同然是提前确定的 所以债券呢,属于定期证券的一种 在中国呢,比较这个典型的政府债券呢,就是国库券 这所谓的国债 这个定义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相对于这个股票啊,这种权益类投资呢 债券呢,是一种固定性投资的 所以说呢,它的特点呢,就是能够在这个经济 无论是经济好也坏的时候呢 我们都能够提前预定出来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 想要获得的收益 所以呢,相对来说的话 债券市场呢,在经济整体基本面 相对较弱的情况下是呢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是它的这个投资价值呢 就更为显现,因为呢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起到一个规避风险的一个作用 正如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投资的第一课 这个12天的课程的第一课当中所讲到的 这个债券投资 就是与这个基本面的关系 是基本面越弱的情况下 是债券的这个投资价值是越高 相对来说的话呢,债券可以分成了三个大的一个特征 第一个呢,就是可预见的这个固定现金流 这个我们是有一个我们的定义相同的 因为呢,债券的每期的固定现金流呢 都是由这个债券的面值和片面利率上决定了 简单来说呢,债券的利率的影响因素呢 可以分为四个 一个呢,是银行的一个基准利率 这个呢,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机构投资者借钱的难以程度 如果这个片面利率水平会很高的话呢 那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债券的这个收益率也会很高 因为呢,无论是存款还是贷款利率 它都反映出来是借钱还是存钱的话 都反映出整体的这个银行存款的一个收益情况 如果你的这个,这个债券的收益率的水平如果不是很高的话呢 那么它的这个相比于这个存款的投资价值呢 也显示不出特别明显的变化 同时呢,如果从借款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如果你借款的成本越高的话呢 那你对于这个债券的这个收益率的需求 和要求也有可能会更高一些 因为要保守一定的收益 第二呢,是发行人的一个资信权况 这个呢,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发行人 它的这个评级的一个水平 包括呢,它是企业的一个相关性质 是属于国企,央企 还是地方的龙头 或者说是上市公司等等的话 这些这个不同企业的一个资信情况呢 都会对它这个发债的这个难易程度 进而呢,反映在这个利率的高满 LT上呢,都会形成一个影响 一般来说呢,资信越好的那种企业呢 它的这种还款能力会越强一些 因此呢,它借款的能力程度也会越高一些 因此它的发行利率相对来说呢,也会更低一些 还有呢,就是偿还期限以及利息的计划方法 偿还期限呢,主要是 它随着这个偿还的期限时间越来越近 还有可能这个抽益率呢 也会随着这个战券期限的变动呢 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动 相对来说的话 水平可能会逐渐的升高 或者是降低都有可能 包括那个这个利息的计算方式呢 是单利的计息还是复利计息 虽然说一般都是复利计息为主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情况 它们都会对于战券的这个收益率呢 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四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资金市场的资金供需情况 这个呢,跟这个银行利率也可以形成一个对比 一个是从这个价格方面的一个指标 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链上的指标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价格的指标 相关的指标来进行判断 比如我们关注西部隔夜的一个 收益率的变动情况 或关注D2007 或关注D2007 来反映这个资金市场的供需 如果资金市场呢 相对于充裕的状态的时候呢 流动性比较宽松 这样的话,债券收益率呢 就可能会降低一点 因为它对于债市呢 相对来说是一种有利的情况 因此呢 只要这个在债券不发生违违的情况下 由于这个债券方式的一个确定 还有一个可预见的固定现金流 这样的话呢 投资者所有大伟期 这个所获得的收益呢 一般通过价是一定的 根据我们这个下面这个公式 这个债券的这个价格这个公式呢 我发现呢 它和这个到期收益率 包括复期次数和总复期次数 然后还有表面价值等 都有一定的相关的关系 和这个到期收益率呢 一般通常是呈现反向关系 和这个 复期次数呢 总复期次数呢 一般成是一个复向的一个关系 但每年的复期次数呢 相对来说是呈现一个正向的一个关系 而表面价值呢 也同样是呈现一个正向的一个关系 因为债券的固定收益呢 区分于股票的价格的变动 大家的股息不确定性呢 因此呢 我们的债券呢 应当是以保值为目的的资产 这种 这个这是定义所赋予它的一种特质 也就是说呢 是一种刚性对付的资产 除了这个科技券的固定现金流这个特征之外呢 它还有两个特征 第一呢 就是债券的偿款性 因为呢 我们必须要规定呢 债换了长方期限 债务人呢 需如实的向债券人支付本金 偿还利息 这个呢 也是与股票啊 拯动这个悬疑市场所不相同的地方 虽然说股票也是支付股利 但是它的这个投资者融资的方式呢 更多的是混注股价的一个变动 然后这个 来赚起几种价差 而这个 债券呢 相对来说的话呢 它也有这个 它有两方面的收入 一方面呢 是这个 这个 债券人呢 这个不断的回收来的资金 还有它这个利息 当然了 它也可以进行交易 当然这是要 是不同的这种债券的品种来确定的 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呢 它比股票更有特征 更有更保险的地方 就在于呢 它是持有值到期的一种投资 第三大特征呢 就是债券的收益率呢 波动呢相对较小一些 因为呢 我们这个从债券的历史收益来看呢 债券的收益率呢 波动相对较少 引起的这个价格波动呢 也相当于股票要小一些 这个也是它在这个 这个经济发生波动的情况下的时候呢 能够起到这种规避风险作用的原因之一 在分极门测大特征之后呢 我们重点是关注这个到期收益率的相关的一些影响因素 因为这个呢 是我们对于债券判断它的这个 除了价格之外呢 我们来判断债券市场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 相对来说的话 我们做这个债券收益率的这个公式呢 可以把它分解成基础利率以及风险溢价 这两个角度 而基础利率来说的话呢 简单来说它就是 投资者所要求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情况 要求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用这种无风险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 来做这个标准 简单的来解释一下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进行债券方面的投资 首先它是希望能够规避风险的 但是呢也是希望能够在这种合理的风险的情况下之后呢 也能够进行有一定的相关的收益 因此上呢我们需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证 也就是说有一个可以说是无风险的一种收益的情况 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以这种国债 就像十年期国债为它的一个基本点 因为它是以国家的性质 以国家信用为支撑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像一些信用债 像企业发的一些债券的话呢 它如果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那肯定就要比国债的这个收益率会更高一些 因为如果没有它没有这种国债收益率 这种收益率会更高一些的话 那么或者说是它的这种投资方式 就对付方式更灵活的情况下呢 很有可能大家就都会去买国债 因为相对来说收益率能够保证稳定 不会低个多少 同时呢 这个价格的优势 而且这个信用的优势又比较明显 因此呢 我们除了这个风险溢价呢 就是我们影响收益率的硬的元素 也是变动最大的一个因素 其中呢 它和发行人的种类 发行人的信用度 收回条款 税收条款 债券的到期流动性和到期期限 都有相关的关系 简单来说呢 这个债券的发行人的品种 也就是说它是什么性质的发行人 或者是国企 是央企 是上市公司 还是说是地方龙头等等 都会影响它的这个风险溢价的程度 也就是说相当来说 信用风险这个越小的 也就是说信用程度越高的 它的风险溢价会越低 同时呢 这个发行人的信用度 也会对这个风险溢价的影响 信用度如果越低的话 当然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收益率 这个其实跟这个品种 应该是 也是有一定程度是关联的 因为这个它的这个性质 发行人的种类的性质 就接近它的信用度 这个程度 反映在这个指标上呢 我们可以关注 它的这个信用评级的一个变动 像这个大3A呢 就属于信用程度比较高的 像2A-2A呢 就是相对来说 程度较低一些的 第三呢就是赎回条款 这个在战券发行的构成当中呢 这个发行人和这个投资人呢 会制定一些相关条款 特别是呢 这些条款当中呢 有会对这个发行人和这个投资者来说呢 有相对有利或不利的一些条款 有可能也会影响这个风险议价的一个程度 比如说呢 这个发行条款当中呢 有提及提前赎回的条款 这个相对来说呢 对于投资者来说 就更为不利一些 因为它会损失一定的利息 这样来说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呢 投资者呢 很有可能会要求更高的议价来进行补差 它的发行 无论是它这个发行的价格 还是后期的这个价格 反而都会 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动 但是同时呢 如果设定提前退回条款 或者是核转和期权呢 这种来说呢 对于发行来说呢 就是一定的 一定不利的一个影响 因此呢 也有可能 他们会要求呢 把议价呢 会降低一些 这个呢就是 两者之间 这个发行人和投资人 进行博弈的一个特征 除此之外呢 像税收条款 然后包括呢 债券到期的一个流动性 还有呢 到期期限啊 都会对这个 风险议价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个呢 和我们刚才这个 这个债券性质呢 将来是相关的 也其实也没过多需要追逐的理由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部分 债券呢 一个性质和特征 我们在明西的债券的三大特征 以及影响这个债券收益率的相关因素之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 为大家介绍一下 第二个因素 也就是债券的这个风险的一些相关指标 我们做投资的话呢 更多的是要关注这些指标的变动 进而呢 来预判后期的一些风险 和何时进行我们所谓的这个建仓和持仓 简单来说呢 债券的风险指标呢 有五点 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组合持仓的一个限额 组合持仓呢 这个债券呢 刨除掉这种混合债券组合 就是股票和债券都合在一起的一种 如果是存在这种组合的话呢 通过这种持仓限额呢 可以会限定投资者整个账户的一个规模 就是说你的持仓限额顶端在多少 组合的这个债券呢 将以面值来计算持仓的一个水平 这个呢 是从总量的角度来说呢 为你的持仓的风险呢 设定一个上限 就是不能够超出这个水平 这样的话呢 会把你的风险降低到这个一定的程度 第二呢 就是基点价值的一个变动 它重点呢 是反映在收益率呢 每变化一个BP呢 所引起债券价格的一个变动程度 这个非常直观的反映了收益率的上涨或下跌呢 对于实际价格的变化的一个影响 这个也可以反映成为是一种弹性的变化 也反映出呢 债券价格 变动 对于这个收益率变动的一些 一个 一个一个 发生的一个 算上于说一个前瞻性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债券的这个收益率呢 很有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预期 而对于债券价格的话呢 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弹性 如果能观察在它一个弹性的一个 松紧的一个程度的话呢 如果对后期我们能够预判像这个风险利率可能会上升或下降 进而影响这个收益率整体的一个上行或下行 或者对于风险影响产生一个 这个一个判断的话呢 我们会对后期债券价格呢 也会产生一定的一个预期 也会对我们这个持仓的一个买入和卖出呢 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提前预警 进行一个相关的规划 第三点呢就是组合的一个97 这个呢主要是反映了组合价格对于利率的敏感程度 97以及后期这个突兴呢 我们两个可以合在一起来说嘛 他们都是于这个 就是反映这个价格的变动 与这个利率呢 和这个收益率之间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关系 相对来说呢 这个97的话呢 如果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呢 97或者是修正97 在片面利率越大的时候呢 将会呈现一个相对越大的一个状况 因此呢 在比较相同97的一个债券的时候呢 债券的这个利率的风险也是相同的 因此投资者呢 在选择这个投资组合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这个到期期限呢 与目标投资期不同的债券 只需要保证这个97呢 与目标投资期相同 就能达到这个利息 免疫消除利率变动的风险 组合97的这个计算呢 可以通过按面值占比 价钱总和单一债券的这个97呢 进而进行得到 我们进行相关的一个判断 而通行当中呢 这个主要是为了弥补这个债券风险变动 与实际价格变动风险误差的这种 这种缺陷 增加了债券的价格 收益率这个平衡的准确 衡量的一个准确度 投资者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呢 应该选择这种图形更大的一个债券 来进行相关的投资 在这个97投资减调的分析之后呢 我们还关注第五点 就是信用风险的一个限度 这个呢 像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持仓的这个情况 还有基点的变化 以及组合97呢 都是对于这个整个持仓 整个这个建仓啊等等 这个账户的运营方面 而这个信用风险这些方面呢 重点是这个风控的角度 进行分析 也就是说呢 它会是针对像银行的紫盈资金呢 信用类的资产呢 有可能会消耗银行这种风险价钱资产 因此呢 封控呢会对信用类的投资呢 设置相应的这个风险价钱资产的一个限额 简单来说呢 根据这种债券的投资的品种不相同呢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信用的这个要求不相同 它信用保证 就是不是相同 不相同的话呢 这种限额不准设定的 也会给予不同的设定的一个分额 比如像利率债 像国债 等康政府债啊这种 还有政策性金融债这种 这个信用程度比较高的话呢 尤其是主钱类的信用的话呢 一般的信用风险价格呢 就比较低 不出一个0%左右 而像这个 短容的中票啊 然后企业债 公司债 私募债等等这些的话 它的这种债券的信用风格呢 就相对较高 好 我们分析完了这个 债券的这个风险的相关指标之后呢 第三点呢 我们就要关注一下这个 正式的债券投资的一些管理流程 首先呢 我们先会对这个 整体的一个简要的流程 做一个概述 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债券管理的流程呢 是我们先要设定一个债券的一个目标 简单来说的话 有两种 一种呢 可以是减要分成的是一种指数的一个 收益率观测的一个指标 还有一个呢 就是观测这个组合的收益率的一个指标 这个相对来说呢 它更 它对应的反应出来 就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操作的一种风险风格 然后呢 我们设定完了目标的指标之后呢 就进行了相关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实施 它主要分成了两种策略 一种呢 是一种积极的管理 主动管理的策略 还有一种呢 是一种消极策略 两种策略呢 在不同的这种风险 性微的风险 就不同的情况 包括经济基本面 不同的情况是呢 各有各的好处 然后也各自有各自的难点 随后呢 我们在这种目标设定完 这个策略设定完之后呢 就进行跟踪的调整 然后在跟踪调整当中呢 会根据不同的指标的变度 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些 信用风险指标的情况 来调整这个仓位 甚至于说呢 设定这个风险的一个相关的 就止损的一个点 包括后期的一个相关的 平仓啊 这些一些一些 一些风险的一些设定 就是仅相当于说是一个防火墙 然后我们具体呢 在这个管理流程的一些相关内容呢 也进行一个相关介绍 首先呢 我们先关注一下第一种 就是消极的这个债券组合管理 这个组合管理呢 建立于有效的市场假说 假定呢 债券这个价格已经反映了全部的清晰 意味着债券市场公平且利率不可预期 任何的积极策略都不可能带来超过收益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投资者呢 把市场价格看作一个均衡价格 因此投资者呢 不试图寻找低估的品种 只试图去控制投资组合的一个风险 简单来说的话呢 可以分成指数策略 免疫策略和现金流匹配策略 消息管理当中的指数策略呢 是如下的一个分析吧 就是使债券投资组合 难道与某个特定指数相同的一个收益 也就是说呢 它是一种被动式的管理方式 在这种积极主动管理的情况下 是达不到有超过收益的情况下 用这种收益的方式呢 可以确保你的收益 能够跟你设定的这个指数 能获得相同的一个收益 也就是说 简单来说呢 就是既不跑赢打盘 也不跑输打盘 使用消极的管理策略的动机呢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基金性投资的业景 证明并不好 同时呢 指数性管理的费用就低一些 第三呢 就是有利于增强的对基金工理的控制 因为指数化策略组合呢 可以集中指数的表现 作为基金经理 这个投资经理的 这个表现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 这个也是这个基金使用这种指数策略的一个 像一个动机吧 证明指数的一个特征呢 有如下几点 我们不会具体来说 简单来说呢 就是查的这个样本呢 会比较大一些 然后呢 期限呢也是呈现多样化的状态 样本变化呢 也是比较快 同时呢 基本是使用这种实质的加权来进行计算 然后样本投资的定价呢 它有基础基于交易商报价 可能接近呢 实际交易的价格 然后呢 有很多的这个债券指数呢 都有在投资的假定 但是呢 假定的这个在投资的对象呢 都是不相同的 这个是对于债券指数的一个特征 这个便描述 简单来说的话呢 这个相关的指数 像交易所的这个指数 我们的关注 和关注点 然后还有银行街市场交易指数的关注点 以及跨市场的债券指数的关注点呢 每个都并不相同 这些呢 都是不同的这个投资经理 他可能会在不同的时段 进行相关的判断哪些个债券 或者说根据他投资的那种券种 隶属于哪一种这个市场 那进行相关的一个分析和分配 和关注的一些指标的一个设定 但是呢相对来说呢 这种指数策略来说呢 它也仍有一定的一些困难 那困难呢 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 第一呢就是购买及管理呢 相对困难一些 以及指数呢 包括呢这个债券的数量庞大 使得按照市值比重购买呢 十分困难 即使能够造这样的组合呢 然后这个指数组合的调整 再投资呢也会非常的难以把控 第三呢就是频繁的再平衡 因为呢在这个债券期限低于一年的时候呢 会从指数中被剔除 这意味着指数的样本呢 将会处于这个永恒不断的变化当中 第四呢就是频繁的再投资 基于大多数债券的这个贷投资假设呢 指数组合中呢 这债券产生现金流呢 必须按指数要求呢进行再投资 增加呢管理工作的有相关的难度 我们具体来说的话呢 它的这个分析方法有衡量标准 分析方法呢主要是以分成凑样的一个方法 来进行相关的测度 包括呢就是按市场的标准的分化子的项目 然后选出了各部分的代表 计算的每个单元的这个百分比 还有建立这个结构相匹配的一个单元结构 同时呢还有一些满足一些其他条件 使这个组合作用的话 衡量这个资账管理人的管理绩效呢 通过可以跟踪的这个误差进行判断 一般呢组合管理对于指数的跟踪误差呢 来自于组合中的公司债 试图构建呢这个 就是第二种这个消息管理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免疫策略 它呢是试图构建利率风险几乎为零的组合 即不受到利率波动的影响 简单单说了免疫策略有两种 一种是静止免疫 一种是目标日期满免疫 同时这个它能保证这个风险的这个匹配度 同时呢这个资产现金流的限制呢 与负债现金流的限制呢也是相同 那其次呢就是持有期呢 也需要多次的一个实现再平衡 整体来说呢就是完全呢是不受利率影响了 构建了一个完全平衡的一个体系 而它的困难呢在于这个像突兴呢 使得97的利率的敏感性不同 突兴的存在呢会导致97随利率的变动而改变 从而带来之前呢提到了再平衡的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消极管理的就是基本的 所有的这种策略当中所共同碰到的一个问题 这种再平衡的一个风险 还有就是匹配97匹配呢 只要在收益率曲线平行移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个组合免疫 而实际收益率曲线呢并非是平行移动的 所以导致这种策略在实际情况下是难以操作的 第三种的这个策略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现金流匹配 二是呢债券管理者呢这个组合管理者呢 试图建立一个组合式的现金流呢 与各个时期的现金流的组合的需求呢相等 现金流匹配呢是97匹配的一个充分团件 现金流匹配的这个资产呢一定是97匹配的 但是97匹配呢并不一定现金流匹配 他说他应该说是比现金流匹配的要求更高的一种程度 然而现金流呢很多时候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呢现金流匹配的这种操作性比这个97匹配的更为困难 而且呢现金流的匹配呢会给公司经营带来很多的限制 因为呢现金流直接勾连的这个经营投资和投资的一个相关活动 每个时期呢它根据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的目标呢 很有可能会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现金流其实呢是被动的反映了那个公司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把它这个人为呢变成一种匹配的状况的话 很有可能会对任何一种活动包括投资、投资和这个运营的一个情况呢 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分析完了经济的投资管理呢 我们还有交易的投资管理之后呢 我们还再来关注一下积极的债权管理组合 简单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呢 通过试图得到附加收益的这种策略 来预测未来这个利率走向 可以简单分为这个水平分析呢 债权互换和应急免疫 水平分析来说呢是对未来利率进行预期的这种组合 债权组合管理策略 投资者呢基于对未来利率的这个调整呢 预期来调整呢这个债券投资的一个组合的一个职场的一个情况 如果预期利率上升呢 我们将会缩短债权组合的一个久期 预期利率下行的话呢 将增加这个债券组合的一个久期 相对来说的话呢 我们这个对于未来利率的上升与下降呢 是通过我们对于基本面 以及对信用违约风险的相关分析 后期呢我们对于这个信用违约 还有包括这个 这个基本面的一些分析呢 会做更为细致更为这个专题性的这种课程 然后也希望大家到时候留意我们后期课程的推出 除了积极课程 除了水平之外呢 还有债券互换 同时买入和卖出相似的两个以上的债券品种呢 从而获得收益差 这个就是债券互换的一个定义 主要呢是通过债券互换呢 提高组合的收益率 收益急差越大的话呢 过渡这个过渡7月短呢 这个投资者能从获得这个债券互换中收到的收益越多一些 我们这个市场当中给出来呢 有这么6种这个互换的方式 包括替代互换啊 银行市场间利差互换啊 利率互换啊 纯收益率互换啊 税差互 激发互换啊 还有这个7乘收益率平换曲线互换啊等等 这些都是这个相关债券互换的一些具体的策略方式 我们获得呢都会在做相关的那种细分的课程呢 为大家进行相关的一些讲解 这个呢就是我们选取的这个6种 债券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特种 到时候大家可以自行浏览这个PPT的相关内容 除了这个债券互换之外呢 这个应急免疫呢也是我们这个另外一种积极管理的方式 只要主动管理可以获得有利的结果呢 就对于债券进行主动管理 一旦出现不利的结果呢 债券资产呢可以成为免疫资产 这是一个兼有主动和被动因素的这种资产管理的方法 这个管理的方法 在被动当中呢我们就有这个免疫它的一个方式 这个就是实现一个再平衡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措施 这个呢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在主动管理的这个行动下实呢 为这种被动管理的提供一种应急的一种备份相当于说是 为了保证这个资金安全 一般都规定一个应急免疫的市场价值 以免疫资产的所需金额的一种固定差额 如果免疫这个应急免疫的这个资产的市场价值 以免疫资产所需金额的差额呢 大于该固定差额时呢 管理人就可以继续进行主动管理 否则呢就必须使组合资产呢成为一种免疫资产 也就是说是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 好以上就是呢我们这个第二课 关于战券投资组合的一个相关内容 后续呢我们会对这个战券投资组合的一些细节的 部分呢进行推出系列的相关课程 也希望能够在这个为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 食物方面的这个解读 谢谢各位